一個號稱智商157的人 去年怎麼會被 為什麼去跟人家談 6點協議的時候 讓3% 讓6% 搞不清楚啊 他們這樣考試你都可以嗎 那個每天晚上那個 主席先不要生氣 主席明明最喜歡的 就是什麼 7點半 說到7點半 回想當初加入台灣民眾黨的時候 因為柯主席啊 嗡嗡嗡的工作習慣 相當的出名 我那時候做足的心理準備 第一天入黨 聽到7點半上班 我整個人都撒足了 7點半 也太晚了吧 這全是太離譜啦 最近 主席傳簡訊問我 說要怎麼提升頻道的流量 但我怕想起 怕主席想起不好的回憶 而且我這個人非常的有品 所以呢 我就不會把他唸出來了 但我後來 也沒有回覆主席的問題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魚人的問題 智者無法回答 但最後 我還是要非常感謝柯文哲主席 邀請我參加台灣民眾黨 其實我們兩個人有很相近的地方 我們都是台大畢業的 我們都當過黨主席 而且最後 我們的停車場 我們的農地 全部長出了停車場 除夕你智商真的有157嗎 認真嗎 那為什麼人家說你圖利的時候 你竟然承認 這樣子剪掉要扮你很輕鬆耶 都不用消失16分鐘的錄影錄音 也不用說上面要扮你就是要扮你 你是嫌劉寶傑的收視率太低了嗎 還是嫌腳本不夠新 還是嫌柯黑不夠多啊 天啊 柯文哲絕對是民眾黨的流量密碼 他掌握了很多數字密碼 大家說對吧 比方說 一日雙塔 一日北高 一人正當 聽說 聽說 聽說有兩個接班人 是他嗎 是他嗎 該不會接班人也有兩年條款吧 三 柯文哲絕對是第三勢力的代言子 但是我說的不是形容詞耶 是真正用數字選票算出來的事實 是 天啊 四年以後我們要不要再拼一次 再拼一次好不好 好 但是今年我們五周年黨慶 大家 Give me five 淑欣 Give me five 好 最後最後 再過三天 我還沒說 柯文哲他真的很聰明 他真的很聰明 他知道一加一等於牛頓力學 二等於一加一是量子力學 可是我就搞不懂啊 你對數字這麼專精 為什麼你去跟人家談六點協議的時候 讓三趴讓六趴搞不清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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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